一个会玩的人类 是会根据场上的一个阵容分析 再根据一个局势 特别是像前锋 那么我们做OB位 首先来看这把是个陆练师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他自己四身有棺材 所以说我们刚好在赶在他死亡的时候 这样跟过去 然后首先第一波是拖延 第二波是看能不能让他溜一会儿 最好是能够带走棺材 所以的话这是几个核心点 那么当时的话 我们也要同时要注意救人 因为我们的话 有心理学家扣完写的话 一旦找心理学家补写 这把的话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波OB 和配合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飞翔我的鼠潮 我爬来不及 你怎么直接只死了 这很是我的 我靠直接二戒了大哥 一时已经睡了 直接二戒真身 没有加速带还行 这边有加速带往那边爬一爬 有可能会直接一只秒轻 哇你爬到加速带上面出了 别给他卡住了 这卧板 别给他卡了 进板子对下板 我去下板 我去闪现 我去闪现吗 终于闭出来了 另外有小凯想跟主要厉害的话 可以开消防课程 里面有单球生的所有监管系教学 我去 快刀 滚呐 堵射我了 躲火啊 给我吹血给我吹血 给我吹血 咱们再OB啊 还能再 哎呦他又死死死活死了 他要硬拉到对角线去 谁也补我一场机啊 律师心里在开补我一场机 咱们在这里溜就好了 我去 为什么跑那么远 赶紧把树拔了 救人压一点 怎么没东西呢 诶没撞着我 杀 我在我在保你一下 诶 没打着你了 你卧槽 你真这种招啊 你怎么走都不看着 我屈 吃一只 飞鸟 我杀人 踩踩一下 OK够了 卧槽 你干什么 神经病 你有毛病啊 你有毛病啊 我找的这么帅 我扫这个操作的爆炸 直接反身 直接开 电它一下 好 好好好 嘿嘿嘿嘿嘿嘿 好好好 嘿嘿嘿嘿嘿嘿 我操 嘿嘿嘿嘿嘿 我操 我没有弹射 一时一时 逢然 这早上 别反身啊 压满反身啊 完了门都没开了 不给你信号了 我操 我下来 那是在死 诶 他死 不要反身啊 那也行吧